与权组合亮相品牌活动 虽然也绝对算是大半了 尤其在国内乐坛 真是算拿奖无数了 但是这风头呢 真不如陈宇凡的老婆白百合 四十一节 你别看人没到场 存在感是相当的高 两个在场的大男人 反倒是没了话题 哎呀 这颜面何存呢 她在看剧本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 最终片子会怎样结果 小夫妻结婚将近八年 白百合心事不顾事业 给宇凡生了娃 随后拼命工作一举蹭红 只是老婆一夜间 成了座拥四十一票房的四十一节 还在乐坛中不溜的老公 会不会压力删断 因为你自己都爱一份工作 一定会全人心心地投入 如果你全人心心投入了 一定会得来相应的回报 白百合演技受肯定 陈宇凡坚称是应该的 毕竟演好戏本来就是 演员的职责所在 可是小白姑娘受欢迎 还不止于此的 因为人家这唱功 也是相当了得呀 整个采访过程 胡海权就负责 站在一旁适时地傻笑 而待遇稍微好一点的陈宇凡 则光顾着回答 关于老婆大人的问题咯 至于活动的主题 则是完全被忽略了 人家宇凡好歹也红了十几年 怎么就不如白百合 这位新人有话题呢 我只是他养老 他最好越好越好 因为新年你有这么大多的男人 怎么会小心眼呢 北京才帮不拿